2023年2月25日ONE 格斗业期中 神奇小子法布里希奥比安德雷德 Fibrisio Andrade 以希利 的拳法和西法四回合重创十拳 约翰比莱因克尔 John Lineker 以TKO的方式成为了新的 除量级世界冠军 但莱因克尔的表现完全不像失败者 比赛中他靠着打摔结合的战术 给了安德雷德很大的威胁 安德雷德的组合拳 将莱因克尔打得满脸是血 令他眼睛受伤严重 在医生的建议下 他不得不放弃第五回合的比赛 莱因克尔 医生帮我清理伤口 试图消除我眼睛上方的血肿 但不幸的是 我看不见任何东西 我的 同伴问我一切还好吗 我说我什么都看不见 他们和医生谈过 医生说不可以继续比赛了 安德雷德对莱因克尔的表现 给予了尊重与赞扬 莱因克尔像个男人一样来战斗 你们都看到了 这是一场精彩的战斗 他让这条 轻腰带变得更有价值 毫无疑问 莱因克尔是这个星球上 最强的除量级拳手之一 在安德拉德登顶之后 神枪手史蒂芬比洛曼 Steven Loman的排名上升了一位 位居除量级排名第二 他看了那场世界冠军争夺战 认为莱因克尔应该继续战斗 不该轻易放弃比赛 洛曼 换作是我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会想办法让这场比赛 已更令人印象深刻的 方式终结 我会回到角落 告诉我的教练 让我继续按照自己的方式 完成比赛 洛曼或许很快就会有机会 在冠军争夺战中 证明自己的斗志 洛曼进入元龙后拿下连胜 首秀元龙4分09秒KO 击败尤苏夫·比萨杜拉夫 Yusuf Sodor 一致判定战胜佐藤江光 Soko Sodor 战胜前除量级世界冠军 比比亚诺·比菲尔南德斯 Bibiano Fernandez 职业生涯打出了惊人的十一连胜 诺曼 安德雷德之前说过 如果他成为了冠军 我将成为他第一 更为面对手 如果他击败莱因克尔 我会毫不犹豫挑战他 安德雷德在拿到冠军之后 给了他正面回应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挑战者 诺曼 你想要这条金腰带 来挑战我吧 尽管安德雷德 在冠军战中 展现了超强的比赛控制能力 和惊人的打击爆发力 但洛曼认为 自己有能力击败神奇小子